歡迎收看大盜中環 其實我心目中有一個移民想請教葉先生和郭先生兩位 中國傳統文化似乎都是儒家思想佔一個比較大的比重 這個會不會是因為道家思想被人的感覺呢?好像是消極一點 所以大家沒有那麼重視呢? 不可以這麼說的 其實每種思想的發不發達或者有人互相誤解 是跟歷史發生背景有關係的 道家本身的思想特徵在哪裡呢? 我覺得在道家來說 他永遠都是社會中比較小處的一群 不是很多人喜歡道家這件事 另外就是說本身道家所牽涉的政治層面 政治舞台的那個演出機會來說是比較少的 其實如果我們仔細去看道家本身的思想來說 他絕對不消極 絕對不消極 可以說他在很多情況之下比儒家更積極 我們上一集我們提過一件事 我們說人同業本身已經不是道家最高的所謂的道德理想 要達到道和德國的境界 第一件事已經突破了少少儒家的所謂道德層次 第二方面來說其實很多事項都說了一件事 譬如說說你蠢 說道家消極 據說來說有些大志若愚 其實你覺得他是愚的人 其實他是一個最高志力的人 因為他是不露至上 我們不會假裝聰明 其實道家做這個境界 因此很多人覺得他是消極 他不說話 所以又是一個誤解 或者是另一個角度去說 孔夫子說過 他就說未知生就焉知死 但道家裡也說 他是善不生者 所以善不死也 即是你搞你的生存 就等於你的死那裡搞得好 即是他更加重視生意 而且對生有一定的看法 譬如說我們上次也說過 就是為什麼他不出來正視舞台 因為天下大謬 即是天下不安 大家都不安全的 你出來就只是死了一條 不單止你不能夠救社會 而且你做什麼 你還會損害了你自己的聖靈 還有損害你聖明 而且還有一件事就是 他曉得識時務者為進結 他曉得時務 而一個就是知其不可 他不做的 為什麼呢 因為最重要是先保持聖明 儒家都說過 養其生意有待也 道家都是如是的 因為等到我一定有所待 我才會做的 但可惜中國就是 一般世人來說 太陽的機會少 於是有為機會多 另一方面就是 很多時候我們就是看人生來講 很多時候我們一成為人生 我們就有所謂物慾 智慧 知識追求 這個往往外在來講 就是成為人生的焦點 知不知道我們覺得這是生命的意義 但道家被他看遠一層 這件事不過是滿足我們生命意義的工具 不是生命意義本身 於是當你有充足的知識 或當你有充足的物慾 你回過回來去轉 去看看你本性 但這個同一般人的內在修養 本身來說 這方面是比較上的 就是要控制欲望是很難的 但剛才你提到 在一個動蕩不安的社會的時候 他們就會躲起來 但是就是時勢做英雄 就是要在動蕩不安的社會 亂的時候就需要人才去幫我們 就是反而盛世的時候 你出來反而你的財感 還未發揮得那麼好 回到回頭 是 這個就是一個見仁見智的問題 因為你時勢做英雄的時候 第一 換之來說 就是你有很多條件限制的 你非一人可以代表的 不過你話說做英雄來說 有些是找條件 不過一個人可能就是這樣 就是他想做一件事 他用這個去借口而言 但以達官人來說 可惟不可惟是感受得出來的 我這樣看一件事 當我們說道家蕭極 不知道多少時間 會用瑜伽去相比較 其實這樣比較 那個意義不是太好的 倒不如我們在那個層次看一件事 其實我們中國民族 是非常之合拍的民族 為什麼呢 就是他既產生道家 也產生瑜伽 兩個大的思想 在不同的時代 不同的政治環境 產生了不同的力量 譬如盛世有為的話 我們用瑜伽去自小 譬如說那個動蕩 小時候的話 我們會用道家的心態去處理 其實是互相補足的 當我們說道家 當你說道家 是這個時候 幫助很多人消解困難 幫助很多政治 是開血新路出來的 這樣看法是對的 他的例子 譬如秦朝統一天下 跟著就是 因為他太奢侈了 阿龐宮等等 後來就是 漢高祖出來 就是黃老了 黃老其實就是 道家的思想來的 到上下 天下就開始 由牛車到馬車等等 於是就瑜伽出 但瑜伽上下就虛偽了 於是道家本身真性又出 你可否看到 其實我們本身看 我們說瑜伽、道家本身來說 是矛盾 這是我們覺得的矛盾 其實他本身來說 他針對人本身來說 是沒有矛盾的 不過瑜伽就希望 從社會安定方面 去達到道 道家就說 社會安定 如果你限於明的話 就很難達到 如果我們另一角度去看 它是不同的入門 但大家對於這個世間來說 都有一個積極的 或者一個承達疾問來說 是相同 因為取法不同 而有某一件事 一人多人取法 另一件事 就可能自然冷落 自然冷落來說 我們人就說 因為冷落 因為他一定不行 於是我們就說他消極 可能是這樣也未必 但會不會像我們現在這樣看 會覺得 當我沒有什麼能力 或者是時勢 未造就我自己 可以發揮到才能的時候 我就會覺得 那就采納道家思想 這樣會不會有些阿Q精神 不會的 我是順著時勢做的 那時勢是我們不可以發展的 不用再去 這都是智慧的 人是放得下手 是需要好的勇氣的 有時我們盲從 偶爾去做事 更痛苦 道家教我們 在什麼時候 應該放手就放手 而且最重要是自得其樂 蘇東波 被貶到南方 廣東地方 他就說 日淡麗芝三百火 不慈於長逐領藍人 所以他去到徐漁安 其實這對於我們來說 是非常好的 尤其是在現在來說 在利盧亞增加來說 禁盛的時候 道家來說 都可以說是一種清涼劑 徐漁安跟消極的確很不同 兩位就幫道家消極這個謀建 就已經平反了 另一個就是 很多人都會認為有漁民政策 我們下一節回來 看看兩位會不會有其他高見